鯧鯧鯧 需要企业 就到这了 霏霏 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安排我跟儿子见个面 我劝过他不要再恨你了 可是他好像还是很不高兴 我医生还不知道 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这些钱你先留着用 我只要见到你就好了 这个我不需要 拿着吧 你不用担心我了 我钱还有一点够用的 那好吧 那以后再说好了 我回去就准备跟他离婚 我愿意放下所有的一切 只要跟你在一起 不 不可以 你不可以这样的 不 菲菲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二十几年 我生活得有多压抑 我再也不愿意配合他 跟他扮演一对恩爱夫妻了 我现在只想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 孙董事长 总认为我是靠他的避应 才有了今天的成就 难道 我就这样子养人鼻息地过一辈子 就不能为自己争口气吗 菲菲 我决定 从现在开始 我要痛痛快快地为自己活一次 对不起 我太激动了 吓到了 杨浩千 你 平安 离我妈远一点 你跑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被你们一家人害得还不够惨吗 平安 他就是威廉 你说什么 姚浩千就是威廉 这怎么可能 原来 原来那个寻亲栏目 就是你们 嗯 那 他 他是平安 平安 平安 平 平安 原来你就是我儿子 平安 平安 不是 共云 不要 你 不要 万你 我 我 就 多余 你 平安 你不要这样 对不起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平安 太可笑了 妈 姚浩倩是谁 你知道吗 她就是那个 骄傲狂妄 仗势欺人 姚子洋的爸爸 姚子洋 姚子洋是威廉的儿子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是这样 你不要碰我 平安 孩子 请你原谅我 原谅我这个无情 又无知的父亲 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那天甚至还指责了你 对不起 我知道子洋也曾经伤害了你们母子 他还对你动了手 对不起 我知道我没资格跟你们说什么 我只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好去弥补 你们母子这些年来 所承受的痛苦 好不好 原来 跟我大打出手的姚子洋 竟然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兄弟 把我开除了顶头上司 竟然是你的太太 这一切真是太慌没有太可笑了 都是你造的孽 让我跟姚子洋结下仇恨 让王仲宇 变成夺作我妈妈幸福的女人 这精彩的情节都是你造成的 千万别这么说 但是你说的没错 都是我的错 都是因为我一开始 优柔寡断 没有勇气拒绝家里为我安排的婚姻 再加上我的懦弱 没有实现对你母亲的承诺 我就让这些事情这么耽搁着 这么一耽搁 就是二十七年过去了 是我 是我毁了你们的人生 这段日子的恩恩怨怨 应该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了吧 但是平安 我求你求你原谅爸爸 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威廉 你你你不要这个样子 你这个样子 我我心好痛 心好痛 平安 你原谅威廉 原谅威廉好不好 你苏想 你让妈天天等着你盼着 受了多少的屈辱 你知道吗 你让我受了这么多的打击屈辱 你还深望我会原谅你 我告诉你 我根本就不想留在这里 会留下来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找到你 亲口告诉你 我要让你知道 你有多么的可恶 平安 你不要这样 没关系 菲菲你让她说吧 她有权利这么说的 我了解你心里面的恨 换作任何人都会这个样子 我也不敢奢望 你现在就会原谅我 我只求 能够让我用我的后半生 来安慰你们母子的伤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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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尽一切的力量 直到你肯原谅我 不必了 我劝你看好你那个宝贝儿子 别让他再来伤害我们 我就很感激 平安 威廉 好 好 好 不客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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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联系啊 再见啊 爸 您今天怎么有空过来了 来看看 你 不客气 没有 你做个姿势 把呦 不让你走 我 把这无限 他是 帅哥 阿姨 曼 我 是得过什么厨艺冠军吗 你看 这才工作了几天 就被我们开除了 我是担心外界 会有不好的联想 会影响到餐厅的形象 所以呢 我想 好了好了 爸 您别吞吞吐吐的 有什么话 您就直说吧 你能不能让他回来 让他复职 复职 这怎么可能呢 爸您到底怎么想的 您不是刚说过 要支持我 要帮助我吗 这才没过两天 这我过来说 让我原来我的仇人 还只在说我不对 我没说你不对 我只是 我冷静下来了以后 我想了想 人家也是辛辛苦苦的工作 我们做人要宽厚显明 尤其是站在高位的 更要体恤下属 他不过是出来虎口饭吃 就算是犯了什么小错误 我们也不必连一条路 也不给人家留嘛 他这犯的是小错嘛 他可是闹砸了 我订回现场的混蛋呢 爸您都忘了吗 再说了 您口口声声受宽扰 那我问你 雨晨她不过在栏目上 犯了一点点小错 您快用塌了吗你 你这是跟谁说话 这是两回事 这是我的要求 你去照着做就对了 不行 难不成 难不成要我在网络公司里面 给他安排个差事 总之我就是做不到 在下面一样 就是个撤头撤尾的混蛋 您今天过来找我 根本就是找我的麻烦 你混蛋你 妈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子洋 妈 爸过来找过您吗 没有啊 你怎么了 气成这个样子 看他就是为了这事 专步好来这一趟 你爸他来这儿了 他来了 不过他不是来找你和我的 他是为了夏平安复职来的 这个混蛋 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让爸这么维护他 简直亲属不分 你说 你爸要让夏平安复职 是啊 不值得 真的不值得 妈 您这么维护爸 这么关心爸 各刀头来怎么样 爸爸所有的爱 都给了那个混蛋 给过我们一点关怀没有 他心里面还有您吗 还有我这个儿子吗 我知道 你爸 他从来都是勉强自己对我好 他都不是发自内心 我们这对模范夫妻 演了二十多年 现在大家都累了 你爸他在我面前 永远都是人在心不在 而我呢 我只是假装自己很重要 其实我心之独密 我在你爸心里 非但不重要 甚至是多云 好啊 那就等着吧 你越想帮他 我就越不会让夏平安过好日子 要是 你看你看你看 对了 姐 东南那个餐厅 要三十斤 三十斤呢 三十斤呢 没错 你们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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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老婆呀 咱们家呀 好像回到八年前 饺子工厂的盛矿了 赶紧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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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王勇 你也洗洗手 赶紧过来帮忙啊 姐 我刚送完货回来 你让我歇会儿行不行 啊 歇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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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歇 那就歇一小会儿啊 对了 姐 我突然想起了 这一切应该算是 平安的骨牢 是她研发的饺子馅 我说这饺子 还真有天分 有天分 我们得好好感谢感谢她 对 歇乔饺子馅来了 歇乔饺子馅最好吃了 最好吃 肯定最好吃 歇乔 赶快停下来 歇乔啊 你看你自己的身子不要 不要紧的 你这么跳 这么跳 你把我的大孙子跳没了 那怎么办呢 行了 行了 以后家里的活儿 你就都不要干了 妈 你真好 怎么了 怎么了 她踢我 妈 她踢 她已经开始踢你了 她踢你了 这不可能 姐 虽然我没结婚生过孩子 但我在书上看过 这时候绝对不可能踢她的 舅舅你又不是女人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啊 可能就是吧 妈 我在书本上看的 绝不可能 可能的 不可能 就是有可能 你拿着 以后啊 你什么都不用干了 你就负责 谁好 很好 甚好 什么都不用干了 妈现在就扶你进去休息 来来来 小心点 舅舅 有可能 就是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就是有可能 有可能 我请问你说 这这 伯母 你怎么了 你怎么可能 好像是哭过的样子 平安当然会接受不了了 平安本来就对威廉更更无怀 没想到威廉 竟然是姚昊谦 那死对头还是自己的弟弟 弟弟还是雨晨的未婚夫 这 谁也接受不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平安 平安好难过 我又笨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伯母 你放心 我们会帮你想办法的 还有 威廉说 要照顾我们的生活 可是 可是他太太 你应该会很生气的 你应该会很生气的 若鱼 你帮我劝劝平安 叫他不要恨威廉 威廉 威廉好可怜 都没有人都没有人可以帮他 伯母你放心 我会帮你劝平安的 只不过 这打击也太大了 我怕我没有把握 伯母你别哭了 再说 舅舅 舅舅 我还真没想到 今天我碰到那个男的 还真是威脸 看来我是没希望了 舅舅 你先别绝望 我连早就有妻有儿了 他所能做的 就只剩下对平安的弥补 至于他跟伯母 那是不可能的事 我跟你说 你现在可不能放弃啊 不过我现在 他最需要有人陪在他身边了 你这个丫头挺会说的 不过我才威脸会为了菲菲 跟那老婆离婚 现在是我陪着他 那到最后谁陪着我 舅舅 好好好 我好人做到底了 万一那老小子变了卦 那菲菲 多可怜 就是可怜 就是 得 回去好我帮帮他 舅舅 加油 加油 来 好痛啊 你 你 你穿这个太好看了 是吗 对啊 身材那么好 很配你啊 我也觉得挺好的 子阳 怎么样 我觉得不怎么样啊 不太符合你的气质 你看这款 要腰身没腰身 要款式没款式 真的不太适合你 你们店里到底怎么回事啊 真的找不出一款 适合客人身份和地位的吗 再找找去啊 是是是 我马上去找了 好 子阳 我们要不要先看一下 婚纱画册再选啊 看这画册没用呢 这种婚纱 必须穿在身上 才知道适不适合 那我再去换一件 子阳 那这一套呢 这一套 也不太适合你啊 根本就上不了台面嘛 你们店里到底怎么回事啊 找不到这块合适的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姚总 这已经是第十套了 是我们店最好的一套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怕我们买不起石码 马上去 把你们设计师全都给我叫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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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了 不好意思啊 子阳 你今天怎么了 情绪不好啊 雨晨 真对不起啊 我也知道我们要结婚了 我应该开心才对 我不应该发脾气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你知道吗 今天我爸他来找我了 你知道他来找我干什么 他竟然要我给夏平安复职 而且还把我给数落了一顿 今天就快把我给气疯了 有这样的事情啊 结果呢 结果 结果 这怎么可能呢 我是总经理 他管不着 子阳 礼服就不要再挑了 我很喜欢这件 就穿他敬礼堂吧 好 好了 我们都要结婚了 开心一点 至于夏平安嘛 你一定要坚持到底 绝对不能让他复职 要不然呢 会有损你总经理的微信 我知道 好了 你坐下等我一会儿 我去换套衣服 嗯 听了二十多年的威廉 每听一声 仿佛在我的心里 划过一刀 这些伤 早已经结成了疤 没想到 威廉 居然是姚子阳的爸爸 你能体会那种 深沉又无助的痛吗 仿佛我的这些伤疤 一下子全被揭开了 对那个人 有怨恨 我有怨恨 有轻视 但更多的是陌生 想一想都觉得很可笑 我们甚至 从来没有在同一块土地上 呼吸过相同的空气 你可以试着跟他对话呀 你能够听我诉说这些 我已经很感激了 但是不要勉强 我跟他相认 更何况 我也不屑跟姚子阳去抢爸爸 我能理解你心上的伤痛 但是 你如果不原谅他 那你就等于把自己 关在了仇恨的监牢里 痛苦的是你自己啊 所有的痛苦和悲伤都会消失 我知道 你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慢慢来 我想 时间 会治好你心上的伤痛 子阳啊 在你的婚礼上面 除了我们的亲戚朋友之外 妈邀请的 都是一些当地有名望的人 所以呢 那天你一定要好好地表现 你不要把心思 全部都放在雨晨身上 要有大将之风 妈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的餐厅是一流的餐厅 我的儿子是一流的人才 你知道吗 妈 您就放心吧 我知道的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一定把我们的餐厅啊 弄得有声有色 再说了 我是餐厅总经理 您放心 没事的 我是担心你有了媳妇 就忘了我这个妈了 怎么会呢 妈 你爸回来了 爸 您回来了 回来了 翻 那个 我们婚礼现场的婚礼照片 我已经选好了 就寻乖这幅 您看 您觉得怎么样 爸 算了 但我没说 对了 您不是说派你们公司摄像组 来我婚礼现场协助拍摄的吗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人联系我 我忘记通知他们了 一会儿我打电话给秘书 您给忘了 这么大的事您竟然给忘了 这是婚礼现场要用的吗 紫阳 你 好了好了 你先别急嘛 也许你爸真的事情多 你不是说 要去亲自邀请董事长夫妇 来参加婚礼吗 你去了没有啊 我今天忙了一天 还没有时间 我待会儿打电话给他就好了 那我委托你们公司制作的婚礼MV呢 你不会连这个也忘了吧 这婚礼现场要播的 爸 您到底在做什么呀 你 我问你 你这几天在搞什么呀 你看你这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怎么紫阳的婚礼 你一点都不关心呢 我为这个家都已经忙了几十年了 我现在只想为 你放心 我公司的员工个个都很专业 误不了你的婚礼 你 你 好亲 爸您到底什么意思啊您 妈 您是不是又跟爸吵架了呀 谁跟他吵架 那 我哪知道他最近在忙些什么 是 反正他的事我搞不清楚 妈 妈 妈 慢点 慢点 你肚子里不是怀了李家的肿吗 你怀了他们家的孩子 还让你去菜市场去干粗活呀 呃 不是 我是在家吃饱了撑得没事干 所以出来散步的时候 顺便买点菜吧 哎 我说你啊 你现在都成了李家佣人了 我姐这是白生你白养你白疼你呢 你就不能在他们家端点架子嘛 千万别被那个厉害婆婆给吃了知道吗 哎呀 这一点啊 你可真没有遗传妈妈我的天分 我 我遗传我爸 你爸呀 天生就是个老好人 从来不为自己着想 总是为别人着想 不过自己的死活 所以呢 才走得这么早 好 妈 妈没事 你还快洗啊 你那个婆婆 有没有给你炖东西补补身体啊 没有啊 不是不是不是 我身生我没害喜 我婆婆现在对我可好了 每顿给我包鸡汤喝 我现在一提鸡汤我就想吐了 真的啊 你还要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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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那还差不多 妈 你陪我散散步吧 走 菲菲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是很好 所以我带你出来透透气 你像我这样 你深深吸一口气 你闻闻看 有没有一种花香 还有一种浓浓的那种 男子汉的味道 有没有 叔叔 我不知道 应该帮威廉 还是应该听平安的 这事啊 其实 这可以慢慢想办法 我想我们 会想出办法来的 是吧 天生就这么笨 能想出什么办法呀 我劝你啊 还是省省力气吧 你还说人家笨呢 我可就 就你问 你明明看到我们俩在这儿站着 又不能 不能绕道走啊 我就喜欢在这儿走 虽然咱俩是冤家呢 我说 我说你这个女人 舅舅舅 舅舅 你可 菲菲 咱不理她啊 你别那么说了 你没事了 菲菲阿姨是遇到了超级 超级大的麻烦 她找到了她的初恋情人了 就是平安的爸爸 这么说 我又有机会了 这个 不一定啊 因为 她的这个初恋情人呢 已经有家世了 而且 就是紫阳的爸爸 你说什么 天哪 这是报应吗 你来得太快了吧 你是说 平安的爸爸 就是紫阳的爸爸 就是你姐的公公 对啊 咱们是亲家 亲家 咱们是亲家 咱们是亲家 怎么会这样 你说她的初恋情人 是姚浩千 就是紫阳和平安的爸爸 那么紫阳和平安就是兄弟 我就说嘛 你这属于害人害己 那平安不会告诉她爸 雨晨当初怎么抛弃她 怎么嫌弃她的真相吧 不行 雨桥 你一定要堵住她们的嘴啊 我 我躲不住 永哥 你要干嘛 飞飞 这 飞飞啊 我们俩无冤无仇的 你现在又找到了初恋情人 一定特别激动 特别开心吧 是不是啊 我 你 你 你 今天啊 好客气 还有你呢 不像 不像上一次 对不起 上次 我是更年轻提前了 所以才会胡言乱语的 你别介意啊 我拜托姐 把我和雨晨 对你跟平安的不愉快 统统都忘掉 拜托了 我 我记性已经很不好了 你不要再拜托我忘记了 不是不是 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说都说了 做都做了 你否则不道歉 你还有人家 救救 把她给忘了 你真是不知廉耻啊 雨晨 他们 你们 一家人全都知道了 你说呢 是啊 我们都知道了 全世界没人不知道 千万不能让雨晨知道啊 为什么呀 我觉得整件事情 最应该让我姐知道了 让她知道 她曾经狠心抛弃的那个人 就是子阳的哥 你这个臭丫头 你根本这就不能往里挖一点啊 雨晨要是知道了 是一丝密活怎么办啊 你不能说出去 菲菲啊 我拜托你 为了雨晨着想 你千万不要说出去 我拜托你了 能满一天吃一天 拜托 拜托 可是 可是 雨晨 雨晨要嫁得不是好人 她欺负我 还要平安辞职 那雨晨 雨晨 雨晨为什么要嫁给她 因为有钱呗 说出了你也不会明白 你呢 就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拜托你了 菲菲 你这算是求人吗 你这是 死要钱不要脸知道吗 你当初的嘴脸哪儿去了 舅舅 你还要别人帮你隐瞒 我就不明白 人家凭什么帮你啊 菲菲 舅舅 就是你听我的 你就趁这次你好好地修理她 没有 我没有要修理人 没有啊 你听我的 我倒要看看你们母女俩 到底嚣张到什么时候 舅舅 我没有 我不是说你 菲菲 我们俩回去好不好 走 走 天哪 雨晨以后怎么面对菲菲 怎么面对平安哪 谁让我我姐当初那么狠心来着 你这初月总 你说什么呢你 你说什么呢你 你干净我 你 你干净我 你也没有 你赞 别人 你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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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明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去 那你去看 你 descobrir 你去看 我们家不喜欢外人来打扰 其实 你不用跟我说了 我知道你是谁 一个负心汉 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 你说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给我抢我的菲菲啊 你的菲菲 当然了 这么说你也喜欢菲菲 什么叫我也喜欢菲菲 天下所有单身的男人 都可以有权利追求菲菲 唯独你不行 我劝你 赶快放弃这个念头 赶快离开 别动手了 叔叔 走 叔叔 不要动手 不要 菲菲 你喜欢这个男人吗 没有 可是 他是个好人 你不要生他的气 菲菲 这个男人把你害藏 你不要再听他话好不好 你知道什么 我跟菲菲完全是因为命运的捉弄 所以才让我们失散的 没错 我之前是对不起他 可是老天爷现在给我一个迷人 弃补的机会 所以才让我们重逢的 你以后走开 走开 你干什么你 我最害怕 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原来 原来 原来夏菲菲就是浩尽一直忘不了的那个女人 菲菲 你可以不习惯我 但是你绝对不能爱这个男人 他有老婆孩子 你不要再信他了好不好 我 菲菲 菲菲 你怎么会这样子 怎么会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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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个人有没有良心哪 你已经害了菲菲的前半生了 怎么了 你还想拨弄她后半生的幸福啊 这简直是在造孽嘛 也不怕良心受到谴责 这 bells 快去吧 小七 走 走 走 莫菲啊 虽然说你的脑子有点单纯 但是我觉得 你不能再被那个威廉骗了 你想啊 他都骗了你二十多年了 你可千万不能再上他的当啊 话说回来了 我们汪勇这个人 就不太好 不一样了 你看他有勤劳又有才华 而且对你啊特别的痴情 就是没什么钱啊 不过你也不在乎这个是吧 我是说能不能跟汪勇 试着发展一下 他可是一个很懂得珍惜人 照顾人的男人 我保证 我保证他每天让你笑得是乐呵的 他绝对不会像那个威廉一样 让你从早等到晚 从年轻等到老 当然了 你现在看上去啊 还不算太老 不过啊 这个女人呢 她一旦陷入了苦恋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她立刻就会老十岁的 所以啊 你不要老是想着那个威廉了 多想想我们汪勇的好啊 汪勇 汪勇是真的对我挺好的 诶就是嘛 所以我说呀 你好好考虑考虑 好不好 哦 它犯不着 FN .* 。 还